你不要讲过吗?如果你不要用圆柱的话 我希望在这个上面 画出一个 画一个什么?画一个圆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在上面 先点一下圆,对不对?2D的,然后直接在这边 先追踪什么?一样追踪,一条线 这个可能要 感觉一下,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同学 光追踪这个就追半天 追不到 有追到,有没有 如果说,实在你觉得很难追,教会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按右键 我看一下这有没有,在3D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你知道两点之间 如果没有,你还是要乖乖的还是,比如说我在这上面 画一个圆好了,比如说我这边 一点 一个虚线,对不对?然后你再这样子侧过来 松点拉过来 另外一个有没有出来 这个 真的 那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要 再 移到那个 就是 其他的视角 点到这,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有没有 Everish lantern OK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用什么呢?按或挤出的话 上礼拜讲过嘛,这边有个挤出 那挤出的话呢,可以把2D的 把它怎么样 往前 碰到它,它会侦测到这个2D的 一个户键 对不对 那点一下 选到之后呢 因为我是挤出,所以会多一个 选 然后按空白键 好,那这个时候呢 它要挤出的高度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往这个方向多少 50 Enter 这样就也可以 如果你不会用圆柱,你也可以用什么2D的方式 可以把它挤出 或者是按,这边除了挤出之外,各位也可以自己练习按拉 那按拉就少一个动作,不需要选,直接按拉就可以了 OK 自己再练习看看,这上个礼拜有讲过 然后再来的话,我要长出一个尖尖的东西 那这个尖尖的东西呢,它的半径跟这个圆柱一样 那它的长,它的凸出来这个高度 是100 所以我第一个先把这颜色给改了,改成绿色 绿色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在这上面的话,也是一样 用DUCS就非常方便 DUCS直接就可以帮我追踪到这个面 所以我先点一下什么 点一下圆柱 圆锥 跟人家圆锥 那圆锥的话呢 这边当然你油要放上去,它也会有个说明 这个圆锥当然就建立一个3D实体的圆锥 那它的说明里面跟我们讲就是 1,2,3,也是一样三个 那点一下圆锥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要抓到这个面 所以特别注意,你不要急着点下去 你一定要油标放在这个上面 不能乱点 你现在点可不可以 现在点一定错,为什么 因为它的面还没出来 那要怎么样呢 再一次 因为很多点 要碰到这个面 要碰到这个面 好嗎